我是Enter 在影片開始前邀請您訂閱Enterbox 對於影片或產品有想到什麼問題 也可以在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力回覆 如同先前開箱過的UX533 是世界最小的15吋筆電 UX333也是主打著世界最小的13吋筆電 之前開箱的UX533是皇家藍的顏色 所以這次特別選了冰柱銀的UX333來拍拍看 簡單看一下規格 i7-8565U LPDDR3-2133 8GB onboard PCIe Gen300 2 512GB的SSD 8GB的RAM 512GB的SSD 對於文書工作上網來說絕對是游刃有餘 對於中度負荷的工作也可以擔當 當然如果是非常重度的工作 那就不適合像這種輕薄筆電啦 UX333 FA只有Intel顯示晶片620 因此如果你是想在輕薄工作之餘打一些遊戲 那建議還是上UX333或UX533會比較好 UX333的定位感覺是在大眾可以接收的價位帶 具有一定效能的輕薄筆電 是在效能與輕薄之間不錯的平衡選擇 螢幕規格是4HD 1920x1080的解析度 霧面螢幕很棒不會反光 有100%的SRGB廣色域和178度的廣視角 官方文宣提到螢幕邊框是寫2.8mm 角數有說 所述側邊框寬度 係指非螢幕顯示區域與機殼內側邊緣之間的距離 若包含機殼寬度 則側邊框寬度為4mm 實際上我們測量螢幕兩側 從顯示區域到外殼邊框是4.6mm 而用同樣方式測量上邊框是7.1mm 主打四邊窄邊框的Nano Edge 讓整個螢幕的視覺感受非常好 沉浸感很強 在機身樣貌方面 A鍵是同心圓髮絲紋 中間是金色的ASOS Logo B鍵則是Nano Edge 95%螢幕佔比的霧面螢幕 上邊框有3D IR HD Camera C鍵也是金屬材質 霧霧的表面處理像撒滿了金粉 手感也很不錯 鍵盤雖然是塑膠材質 但是與機身基本上沒有什麼色差 所以一體性非常好 對鍵盤與機身有強烈要求顏色一致的人 UX333是很好的選擇 而且UX333的鍵盤也有三段背光 背光的顏色是白色 鍵帽按壓的手感也相當不錯 軟硬適中 比較不解的是在方向鍵區域的配置 把Shift和Fn功能鍵都加進來了 導致常常會按錯 而第一鍵是金屬材質 底部有一整排的進風口 從底部來看左右顛倒一下 由於處理器在右邊 風扇在左邊 實際使用時會覺得 右邊的溫度比較高 風扇那邊的溫度反而還好 底部看來有八顆 六星形的T5螺絲 但其實靠螢幕樞紐的兩個腳墊下 還各有一顆十字螺絲 所以要先將腳墊移除 螺絲卸下後 可以看到下面一半都是電池的區域 上面主機板分成兩塊 中間放了一個非常大的風扇 左邊板子上是一些速度比較慢的IO 從主機板上可以看到 風扇與CPU間隔了一些距離 中間留有獨立顯示晶片和其記憶體的位置 沒錯 UX333在國外是有販售 搭載MX150顯示卡版本的UX333FN 此外 國外甚至還有紅色的款式可以選擇 真是相當羨慕啊 從官網規格我們可以知道 使用的SSD是PCIe NVMe Gen300 Tube 512GB的規格 實際打開後發現 這次的SSD有鋁箔包覆 裡面的2280 SSD是來自Intel的600P 以AJA測速 寫入基本在500MBps以上 讀取則在1300MBps以上 i7-8565U是一顆四核心八值型序的處理器 即便UX333的風扇也是相當大了 連散熱導管也比一般的還要寬 長時間高負荷使用還是壓不太住這顆CPU Cinebench R15跑分 穩穩在500分以上 同時從CoreTemp觀察到 出其基本時脈在3.1GHz到3.3GHz左右 功耗在28.9-30W之間 CPU溫度則在80-90度上下 大概跑到一半時 時脈就會被降到2.1GHz到2.3GHz 功耗在15W上下徘徊 這也是前面提到 基本上UX333作為中度負荷是沒有問題的 但作為重度負荷就比較不推薦了 但能在這麼輕、小、巧的機身達到這個效能 如前面所說 已經是在效能跟平衡之間做了一個很好的平衡 這次觸控板也是很有特色 相信大家在畫面中也留意到 觸控板是有獨立數字鍵的 華碩中文命名是 虛擬數字觸控板 我覺得英文的命名更直接些 叫做Number Pad 觸控板上貼著一層霧面的薄膜 標示著各個數字和功能鍵 透過在右上角按壓一秒 就可以切換觸控板或是獨立數字鍵 我覺得這個設計很有想法 或許對喜歡獨立數字鍵的人來說會很實用 我個人會覺得在方便性和效率 依舊沒有鍵盤來的方便 因為平常我們可能比較常打到的數字 就是密碼、手機、住址、身份證等 而這些都是我們使用頻率很高 字圓也不長的數字 通常都可以做到盲打的程度了 所以即便是只有橫向的數字列 這些常用的數字組合 使用者還是可以打得很快 因此目前我會覺得 Number Pad的必要性不是這麼大 另一種情境就是需要打大量數字的場合 例如 Excel 實際使用會覺得 因為輸入時會需要在螢幕與輸入的地方來回看 而螢幕與鍵盤數字列的距離 基本上是眼球的動作就可以達到的 但觸控板與螢幕的距離在移動時 脖子也需要加入動作 所以不管是在時間還是操作上 我覺得Number Pad並沒有比較好 當然如果你有心想在觸控板上練到盲打數字 那速度可能真的比一般人還要快 Number Pad對你的效率就會很有幫助 即便我個人覺得這個設計比較極樂 但我覺得在製作的工藝上 華碩還是非常用心 使用薄膜讓大家知道 這台筆電有這個功能 要多來使用喔 而很妙的是 當你開啟數字鍵模式時 觸控板底下 會有亮光標示出數字和界線 所以其實這個薄膜呢 當你熟悉以後 撕掉也沒關係的 這次UX333搭載的喇叭 單體大小感覺跟之前開箱過的UX533差不多 應該是同一顆 但是這次突然感覺UX333的音質特別出色 除了跟UX533一樣聲音洪亮大聲 UX333還更加立體飽和 或許跟單體排列的方式有關 這次UX333的單體真的很不錯 即便音量開到90-100%這麼大聲 也只有一點點爆音 如果低音細節能夠更多 那這個喇叭就更棒了 測試在充飽電 最佳效能模式 螢幕開到最亮的情況 以Chrome開著YouTube播放Enterbox 今年的Computex 2019採訪影片 因為沒有廣告 所以可以連續讓電腦一直播放 畫質是1080p 50fps 總共播放了4個小時52分鐘 最後剩下3%的電力 這是比較耗電的測試方式 實際我們平常使用 螢幕當然不會一直處在最亮 所以這個續航力還是相當不錯的 電池的容量是50W小時 整體待機時間也算足夠 一般文書工作上網 在萬用一天基本上是可以勝任 但如果是大量運算 較耗電的工作情境 就建議帶個充電器比較保險啦 UX333的充電器也很小顆 重量也很輕 這45W的充電器 重量只有135公克左右 充電時間方面 發現在充到接近90%的時候 充電速度會慢很多 而從1%到60%花了51分鐘 從1%到90%花了88分鐘 給大家參考看看 在機身大小 厚度 重量上也給大家一些參考 在機身方面 UX333寬度比A4的指寬一點點 深度則比A4小一點 厚度的官方數據是1.69公分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UX333的IO部分 左側分別是電源孔 HDMI USB 3.1 Gen2 Type-A USB 3.1 Gen2 Type-C 要留意 這個Type-C是不支援畫面輸出的喔 所以透過Hub去轉接HDMI是不會有畫面的 右側則有一個音訊接孔 USB 2.0 MicroSD卡槽 而這個MicroSD卡槽是自彈式的 按壓的手感也很療癒 不過因為它有稍微突出一點 使用時要小心不要碰到 不然會彈出去 傳輸速度透過AJA測速 寫入月21Mbps 讀取月25Mbps 如果是比較要求速度的情況下 可以透過USB 3.0的讀卡機 或是有MicroSD卡槽 就有USB 3.0的手機來讀寫 傳輸速度會比較快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啦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